買其他Henny Park的人 最主要貪圖地段口、效果、新樓、美景 你們覺得呢? 看間兩房連士多房 564呎 有多大的優勢 高樓底、美景 看到地標 入門有個懸崗位 可以放鞋櫃 上面可以放下垃圾物 上面有些儲藏櫃 這裡就是一個雪櫃 走一個比較長型的車 外連一個方正的露台 拉出去就會看到整個向西南的球場景 景觀上多幾闊 一纜無就是看到上面的煙花在上面爆 那邊就是郵輪區 轉過來這邊就是廚房的位置 整個廚房分為三個 一塊就放了咖啡機和酒櫃 另外雪櫃就放在這邊 這邊就是主食的位置 工作桌面不算多 洗衣機也放在這裡 就陷入式的 上面也有一些收納碼 總體來說就比較骨子 這裡就有一個似多房 或者是給工人姐姐睡的房 不算夠大 我自己用的時候 我會拆掉它把廚房延伸進去 但是代價就少了一個工人姐姐房 這邊就是一間很方正的睡房 那個樓底夠高 你可以向高空發展 以及一個很大的落地玻璃窗 看出去就是一個地標 這裡為什麼值錢 就是因為這個地標 浴室就好 相當麒麗 磚和雲石 鋪齊裡面的儲物也很多 再進來就是主人房 床就應該放在這邊 還有這邊衣櫃 還有一些化妝品都可以擺到 頭窗的位置可以做一張書桌 都是對著這個地標的球場 望煙花望海 帥仔的 整個房子就看完了 接近30000元的設計 你覺得可以嗎 我們現在看見兩房半的678呎 進來整個廳就超級寬闊 這裡是飯廳 這裡是客廳 然後一個很大的露台 長到接近2米多 看出去一個地標性的球場 然後再看紅暗和港島東河那邊 看到海旋 跟它對網 整個景觀開圓 帥仔的 樓底就3.5米 高夠闊的 出門的時候 這裡還有一個全身鏡 可以簡單照一下自己 撿得帥不帥仔 然後這裡就有一個客廳 站你為主 舒服的 都是雲石和磚面 然後再進來就是一個幼形的桌面 家電都飆了 用起來就相當舒服 層架也有 家電也有 比較名牌一點 用就相當好用 還有這裡有個角窗 可以透到氣 再進來就是一個工人房 闊度都夠放一張床 算是站立 不過門又要改 再轉過來就是第一間房 都方正的 看出去看啟德的中央廣場那邊 整個景觀都夠闊的 下面就是Hanny 家風匯 主人房一進來就是一個名牌的衣櫃 這個衣櫃基本上是消毒 冷藏的功能都有 還有一個幼形的窗 這個窗最主要是看室內管 還有附屬場管 然後再看地標 側一點點會看到海景 這邊就是九龍市中心 擺位上就比較頭痕 因為它不是很方直 它是幼形 所以床一定夠這邊擺 這裡可以做幼形的書桌 OK S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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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